當警方到達時,部分黑衣騎士見識不妙 試圖躲進宮廟內假裝相剋,一次來逃避警方的茶几 然而,警方隨後調閱監視器 迅速鎖定了多名涉案者 桃園市新屋區宮廟日前成為非法飆車的在場 數百名黑衣騎士10月20日下午集結在該地 不僅封街狂飆,還不能進行燒胎,摧毀等危險動作 冒出陣陣白煙,場面混亂不堪,現場滿是燒胎痕跡 居民仍無可忍,報警處理 警方到場後,部分騎士假扮相剋進入宮廟 企圖躲避茶几 但最終仍有多名嫌疑人被警方鎖定並傳喚到案 後續調查仍在進行中 事件發生在10月20日下午 桃園市新屋區某宮廟的停車場突然湧入上百名黑衣騎士 這些年輕人駕駛處改裝機車在街道上瘋狂禁訴 隨後開始進行危險的燒胎表演,製造出大量白煙 讓人無法忽視,聚目擊者稱地面上不僅留下大量人胎痕跡 周邊的交通有一度陷入混亂 廟方表示,下午大約兩三百名騎駐改裝車的年輕人突然湧入 原本只是聊天,但有人不斷挑釁 開始叫囂不信你敢燒胎 另外一個就說你不信我就燒給你看 結果眾人開始瘋狂表演 現場頓時失控,成為騎士們的飆車炫技場 驚動了附近居民,隨即有人報警求助 楊梅警方接獲報案後,立即派員前往現場進行取締 當警方到達時,部分黑衣騎士見識不妙 試圖躲進宮廟內假裝相剋,一時來逃避警方的查機 然而,警方隨後調閱監視器 迅速鎖定了多名涉案者 經過初步查核,發現這群年輕人群聚並未事先提出申請 單位查出有違法施政,已誤明歧視被傳喚到案 其中一人因在道路上進行危險駕駛行為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被告發 並面臨公共危險罪的偵辦 警方強調,反案後續將透過監視器持續擴大追查 以釐清是否違反規定,若最終查證屬實 違規者可能面臨高達36000元的罰還 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都歡迎留言討論 感謝收看Main News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這些改裝機車騎士集體出現在西濱公路上 甚至有人載著乘客高速逃逸 圍觀的群眾不僅沒有阻止他們,反而喜鬧喝彩 多輛機車行駛過程中文全無是交通規則 不但沒有戴安全帽,還故意用口罩遮住車牌 桃園如族地區近期頻繁聚集改裝機車車隊 令人意外的是,上週龍立鬼門關剛結束 居然有超過百名年輕人騎著改裝機車 集體進行夜間騎行,他們在公路上肆意飆車 讓當地警方應接不暇,即使警方依法攔查並拆除車牌 這些年輕人仍然毫不收臉,甚至對警察口出狂言 這些囂張的畫面被一名女子拍下並上傳到IG 隨後在網路上迅速傳開,引起網友樂意 影片被分享到爆料公社後,也來許多網友留言批評 發發文則表示現在的改車盒子真的很可悲 一台比一台還醜,後照鏡有夠小有夠醜 還不戴安全帽,闖紅燈,給警察追,槍警察 真的是一群社會低端可悲宅 影片顯示,這些改裝機車騎士集體出現在西濱公路上 甚至有人載著乘客高速逃逸 圍觀的群眾不僅沒有阻止他們,反而喜鬧喝彩 多輛機車行駛過程中完全無視交通規則 不但沒有戴安全帽,還故意用口罩遮住車牌 行為極為囂張,警方在行動中攔下了一名騎改裝機車的男子 依法對他的車牌進行拆除 然而這名騎士不僅沒有反省 反而用囂張的態度挑釁警察 讓我們看了都感到無語 大家嘲笑這些騎士膽子真大 見笑轉生氣的模樣讓人感到好笑 桃園警方針對西濱公路的深夜飆車問題 早在暑假期間就已經成立了專案小組 但這群飆車族行蹤飄忽不定 警方能力有限,雖然已開出多張法單 但難以完全阻止這些飆車行為 警方強調,挑戰法律和公權力的行為絕不會被容忍 只要接到民眾報案,警方一定會迅速趕到現場 嚴正處理,確保公共安全不受侵犯 大家對猴子有什麼看法,都歡迎留言討論 感謝收看Main News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對方隨機停車,氣沖沖的手持斧頭下車 走向騎士理論,左男發現裝性女子正在錄影後 更是大為惱火,直接對騎士破口大罵 甚至拿起斧頭朝騎士的安全帽猛灰 台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五日早上發生一起嚴重的行車糾紛事件 一名27歲的左姓男子駕駛白色賓士 與前方機車騎士險些相撞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 左男竟愤怒地拿出斧頭下車找騎士理論 並朝騎士的安全帽灰砍 左姓此事件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騎士隨後報警處理 警方隨即展開調查 並通知左男道案說明 根據調查 當時公姓騎士正在著裝性女子行駛於金山南路 險些於後方的白色賓士車發生碰撞 公男下意識地回頭看了一眼 沒想到這一眼激怒了左姓駕駛 對方隨即停車 氣衝衝地手持斧頭下車 走向騎士理論 左男發現裝性女子正在錄影後 更是大為惱火 直接對騎士破口大罵 甚至拿起斧頭朝騎士的安全帽猛灰 不僅如此 他還大聲報出自己的姓名 討欣得說來告娃 隨後丟下山至今 轉身離去 儘管騎士和其同行的女子沒有受傷 但此事件仍讓騎士十分氣憤 他在之後循著左男自報的名字和車號報警 警方接獲報案後 立刻鎖定了白色賓士車主的身份 並通知左男道案接受調查 據悉 左姓男子自稱為四海邦海聚堂成員 早在2019年便有劣跡雷雷的前科 涉嫌西州未成年人成為幫眾 並參與炸賭 仙人跳等犯罪活動 逼迫被害人簽下本票 若不從便使用暴力脅迫 甚至以煙頭燙人 搶灌煙灰水等手段 行徑惡劣 曾遭警方列為自貧對象 此事件引發網友樂意 許多人調侃到 斧頭幫現身 斧頭田徑 聽到報警馬上逃 賓士品牌被搞爛形象了 諷刺左男的行徑荒唐無比 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留言討論 感謝收看Main Moose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地點的混淆和起口角 隨後進一步升級為肢體衝突 據報導 這場增殖迅速變成了一場暴力行為 裝性外送員從其攜帶的背包中取出一根鋁棒 對已經倒地的顧客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在台灣桃園市 一場驚人的外送服務糾紛升級成為街頭暴力事件 引起公眾廣泛關注 一名裝性熊貓外送員因為送餐地點不明確導致的增值 竟然在大白天當街用鋁棒攻擊顧客 並在有人試圖致死時逃逸 這起事件不僅凸顯了個人行為的極端化 也再次引發了有關外送平台安全與管理問題的討論 事件發生在桃園區的一個繁忙路口 當時裝與一名顧客因為送餐地點的混淆而起口角 隨後進一步升級為肢體衝突 據報導這場增值迅速變成了一場暴力行為 裝性外送員從其攜帶的背包中取出一根鋁棒 對已經倒地的顧客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莊首次射入街頭衝突 從社交媒體上的搜尋結果來看 他曾在2022年因類似原因與人發生肢體衝突 桃園市警方接到報案後迅速行動 一半小時內成功僵裝逮捕歸案 警方的迅速反應獲得了社會各界的讚賞 但這起事件同時也引發了對於外送服務平台 管理與安全措施的深入討論 警方在事後聲明中強調 將嚴肅處理此類暴力事件 絕不容忍任何人以暴力解決爭端 這起事件不僅是對個人行為的一次警鐘 也是對外送平台管理和安全問題的一次嚴峻考驗 外送服務作為當代生活的一部分 其便利性和高效率受到眾多消費者的青睞 然而隨著該行業的迅速發展 如何確保外送員和顧客的安全 成為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大家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討論唷 感謝收看Linus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